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张作霖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拥有如此权势 也是一点点打拼出来的江山 不像张学良年纪 轻轻就继承张作霖的产业 成为新一任东北王 俗话说得好 一个好看三个帮 而在张作霖成就霸业过程 自然少不了别人的帮助 如早期帮他起家的几位结拜兄弟 还有后期帮他成就霸的杨雨婷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早期帮他起家的兄弟汤玉琳 汤玉琳出生奉天 也就是今日辽宁一线人 因生性鲁莽 豪爽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汤玉琳 小时候家中贫穷 为了生活帮地主老财放过羊 打过短工 干过饭店国际 学过图 可以说是吃尽苦头 汤玉琳等他长大后为了生计被逼无奈 才露草为寇 在土匪生涯中 lieber汤玉琳等他长大后为了生意出品尽